作为圈中有名的拼命三娘 杨幂的情感经历可谓精彩分杂 在和刘凯威离婚后 桃花玉非但没有减少 反而更加旺盛 和小鲜肉魏大勋的桃色绯闻 更是频频被爆出 只是令吃瓜群众疑惑的是 广受欢迎的杨幂 为何想和她谈恋爱这么多 敢娶她的却一个没有 杨幂作为80后当红花蛋 和男明星的绯闻 那是传的满天飞 和刘凯威离婚后 打得最火热的 当属小鲜肉魏大勋了 不同于其他人的追风不影 杨幂跟魏大勋之间 是有迹可循的 两人通过拍摄综艺人士的 杨幂刚一出场 就含情默默地 喊了魏大勋一声老公 甜美嗓音再加上撒娇拥抱 把魏大勋迷得骨头都酥了 参与游戏时 总是对她多加照顾 综艺结束后 魏大勋也多次公开表示 很喜欢杨幂 直言她是自己暗恋多年的 女神 Oh my god 真是惊呆了有没有 敢这么说 小伙子很有前途嘛 接着两人多次被拍到 穿情侣装 隔空秀恩爱 尤其是还被记者拍到 两人甜蜜约会 他们武装严密 一起逛街 魏大勋还带着杨幂 买冰淇淋 行没举止 都像一对热恋中的小情侣 这要说没在一起 吃瓜群众们都不相信吧 虽然南方一直表现积极 可杨幂却始终没有做出表态 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这两人做的事和正经情侣 没什么两样 再加上沈腾 曾在杨幂娱乐账号下 公开喊话 魏大勋这一举动 更加坚定了网友们 对二人已经在一起的猜测 只是杨幂和魏大勋 又陷入了女强男弱的境地 粉丝 粉丝凯激扬的尖锐表示 魏大勋 魏博尚未 不择手段 老辣肉 捆绑 营销套路多 聊回聊 杨幂始终没有承认过这段感情 在他丰富的情史中 唯一官宣的 也只有和前夫 刘恺威的恋情了 刘鹤 虽然是香港著名影星 刘丹的儿子 可他的星途 并不顺畅 早期在香港 可以说是寂寂无名 经过父亲介绍 才转战内地影视圈 您和杨幂合作电视剧《如意》 从而结下不解之缘 这部电视剧中 有很多亲密戏份 再加上演员在剧组拍戏 常年累月地待在一起 这一来二去 眉目传情 自然就互生好感 戏里你浓我浓 戏外干脆谈起了恋爱 2012年 热恋的二人 被拍到共同出入北京某公寓 进而爆出同居维闻 只终究抱不住火 就算杨幂一直希望保持地下电 这时也不得不公开练情 只是这一公开 就遭到粉丝强烈反对 我们姐姐这么优秀 刘凯威是哪里来的小九九 一个18线小演员 纯粹是想蹭热度 还比杨幂大那么多 妥妥的老牛吃嫩草 地位不对等的情况下 音戏生情 就是说明没出戏 但是随着两人感情的升温 杨幂与合作人成立了工作室 刘凯威跟随女友脚步也加入其中 俗话说得好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后来再次合作电视剧 剩下版今天 干脆搞起了公费恋爱 在密切的算盘打得那叫一个叮当下 就连综艺也是合体现唱 眼里充满了爱意 粉丝们看两人相处确实不错 倒也认可了刘凯威这个便宜姐夫 恋情稳定的他们 终于在2013年11月宣布结婚 杨幂这一年才27岁 红的发子正处于事业的巅峰状态 众多网友纷纷议论 说杨幂这是下嫁了刘凯威 消息已经发出 瞬间就引爆了所有娱乐平台 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的网友发现 他们的婚礼办得非常仓促 这是因为当时的杨幂 已经怀着三个月人孕 由于和杨幂的婚姻加成 使得刘凯威迅速打开了知名度 众导演纷纷对她抛出橄榄枝 一年内她拍摄了好多部电视剧 合作的女星大多年轻漂亮 每部剧的吻戏都多不胜数 连杨幂的好闺蜜唐嫣也赫然在列 2015年 刘凯威和唐嫣二人合作的电视剧 《千金女贼》中有大量甜蜜吻戏 更有网友爆料杨幂大吃飞醋 回家就让刘凯威跪搓一板 婚后五个月 杨幂诞下女儿小糯米 按理来说有了孩子以后 很多夫妻关系都会更加亲密 可是孩子出生以后 两人极少在社交平台秀恩爱 网友们猜测 两人的感情急转直下 或许是刘凯威台戏吻戏太多 让杨幂形身隔阂 甚至屡屡有传门说 刘凯威杨幂已经离婚 只是没有公开而已 在无孔不入的媒体穷追不舍下 两人只得重新在社交平台立正恩爱 就这样一直寻欢往复 杨幂和刘凯威离婚的瓜 几乎像月经天一样按时到来 不少网友都表示 看都看完了 谁曾想后来刘凯威出了夜光剧板的事情 这时候舆论一边倒 众人纷纷抨击刘凯威 对待婚姻不忠 有杨幂这么美的老婆还不满足 粉丝更是直接炸锅 靠着杨幂吃了多少红利 软饭难竟还有脸出轨 随后刘凯威做出辟谣澄清 然而在这一件事后 夫妻二人几乎没有通关过 2018年12月22日 两人公司在社交平台 放出二人离婚协议 杨幂粉丝更是恨不得敲锣打鼓 招告天下两人离婚的好消息 此后杨幂脱离婚姻加索 更加拼命工作 而刘凯威每每被媒体拍到 几乎都是写女儿出街游玩的照片 离婚后杨幂身边不乏追求者 却再也没有要结婚的消息传出 为什么想和她谈恋爱的这么多 却无人敢开口求娶呢 在某次访谈节目中 刘凯威解答了这个问题 她说杨幂哪里都好 就是有一个缺点 太棒了 至于为什么杨幂从来不公开恋情 她说那是因为 只要不是百分百确定的事 杨幂是不会承认的 还称自己喜欢平淡的生活 相比工作 家人还是更重要 由此可见 两人生活观念完全不同 这才是两人分开的主要原因吧 杨幂每天的时间都排得满满当当 不是在飞往商业活动的现场 就是闭关在横电拍摄影视 对于事业从来都是全力以赴 能有今天的成就 都来自于她拼命的努力 就连怀孕期间也兢兢业业拍电影 因此也被人送外号拼命三娘 她的事业心这么强 一般人还真厚不住 如今的杨幂依旧站在巅峰 就算有人敢追 也没人敢提结婚吧 毕竟杨幂在事业上的成就 全中少有人能与她相配 事业顺利孩子也有了 偶尔谈个恋爱也挺潇洒 杨幂如今已经什么都不学了 只是刚从一段复杂的婚姻走出 或许仍需要时间来抚平创伤 至于以后的事 谁也说不准 毕竟感情是最不可控制的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不生产八卦 制作娱乐的搬运工 我是传奇君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